LINE 大家用过连我LINE吗? 不久前LINE宣布了LINE十字军团 iOS和安卓版正式上架 本作是一款以共同创造的幻想故事为主题的LINE Game 首部正统MMORPG游戏 可以和多位玩家组队进行战斗 也可以与其他玩家进行实施对战solo 游戏模式丰富多样 游戏主题歌由MAN担当 游戏角色语音也启用了植田秀衣 田村尤嘉丽 夏野红等豪华深游阵 除此之外 游戏内的战斗场景和故事情节也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值得一提的是 游戏使用UNIT引擎开发 拥有可以和PC游戏并美的画面 自由的视角也可以让玩家充分感受到游戏的世界 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感觉啊 下面就让冰冰带着大家体验一下这款游戏吧 事先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 由于这款游戏是11区的游戏 所以RNS用户可以注册日付账号 不未注册的小白们可以在找民网站找到详细教程哦 游戏进入登陆页面后 一眼开始加载音 加载有点慢啊 别急 制作组也是很贴心的 这段时间你可以欣赏Man的新曲 Biffy 同时可以查看三大种族典型人物的设计造型 不仅有相关资料 还有配音哦 呃 话说这黑喵是什么鬼 死神叶仪好歹有个喵样啊 终于进来了 然而世界却被黑暗包围 以征服世界为目标的暗黑军团 侵占了精灵的首都Alif Horm 征服了Alif Horm的暗黑军主 向全世界发出战争宣告 暗黑军主的出现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 罗马公开宣言支持Alif Horm解放军 并开始目击对抗暗黑军团的英雄 下面进入附身页面 可以附身四个角色 狂战士 呃 不好看 魔法师 还不错 战士 我是萌妹子 二是射击手 武器是弓箭和枪 可以躲在肉断欧巴身后射击 身材还能和冰冰媲美 就你了 起个名字上场吧 刚上场就是光明与黑暗的火瓶 战斗画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不愧是由来挺发动机 浮雪奋战终于钢掉了暗黑角度 却又冒出个人模人样的暗黑军主 结果会得马西亚正义的王女色吗 咬打呦 还没说出来就死去了 啊 最后的CG画面 剩女真的剩女了 她只能寄托光明于未来 真不忍心让她在眼前消失 游戏后期一定还会与之相见的 阿后 故事主线正式开始 与多数RPG游戏一致 玩家置身于某个小村庄 通过与村民交流 得到实施政治与相关情报 玩家需要执行各种任务 挑战怪物 以推进游戏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没有伙伴怎么当上海贼王呢 首先 就在民兵队长那儿 雇佣了长腿欧巴和童子借闺蜜 战斗采用交互回合制攻击 三战完成 即取得胜利 通过不断完成战斗和任务 可以获得雇佣英雄的雇佣券和装备 通过战斗 使玩家和英雄可以升级 游戏内游戏模式多样化 除了由最多四位玩家 组成协力挑战队 与其他玩家solo外 还能向LINE好友 或游戏好友发出救援请求 或向好友提供支援 看来可玩性很高嘛 你难道不想亲自体验一下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